大半夜车主开车回家 行行提顶大道街市民高架桥 才准备往左变换车道 左后放团一辆轿车 高速行驶飙来 让驾驶吓得把车偏回原车道 随后闪了一个远灯示警 但就为了这个远光灯 对方心情不美丽 刻意放慢速度 随后与投诉人车辆并行时 甚至摇下车窗 疑似怒抢他为何要闪大灯挑衅 当事人边开车边吓得 只能跟他保持距离 B车地点就在市民高架桥上 B车男一路归宿行驶 让其他用户人都没掉 纷纷超车 甚至高架桥上有事故 远景协助处理 B车男看到有玻璃室也没得惊 只要往右边切 他就跟着往右边切 就为了被闪一下大灯 平头黑南转沿路式慢速 B车将近7公里远 被害车主发现了 重建北路杂道之后 立刻下杂道才甩掉他 但离谱的是当事人说 他车子紧急跨越双白线下杂道 却看到B车男停车 而且直接下车 对着桥下飙骂 让被害人心生畏惧 因为被闪了一个大灯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警方建议民众开车 遇到行车纠纷切记不要挑衅 或是下车与对方起冲突 打电话报案 并留下行车影像 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记着杨子剑哨子样跳不动